全场点心点节 下午2点到9点 很吸引 有没有位置呢? 上去再说吧 豆腐美丽 我们加一点芫荽 芫荽差不多吃了 我们就加芫荽 那口汤很棒 冬瓜这个状态还未能吃 冬瓜还可以这样 不知不知道要煮多久 Hello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是傍晚的5点半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江南大道中 在我右手边 就是上次去吃 云吞面的鱼丸美食 今晚会跟老婆游去喝夜茶 严格来说也不算叫夜茶 因为他们好像是去到5点之后 又是午节那种 有成顶点 他们最出名的 其实是吃冬瓜中 不过这个时至 现在我们今晚只有两个人 应该不会吃冬瓜中 都是吃点分点心餐 是吧 我们正在持有时间 快点过去 他们的餐厅 就在南田路和保江大道附近 刚刚我们来到嘉华 现在还有早茶下午茶 可能时间未够 5点半都未够 里面两三台客 晚市 5点开始 江南大道来得多 走这边马路真的少些 其实是对面热闹很多 对面有很多餐厅 有大药堂 又有奶茶店 甚至是万重院市场 也有 可能被南岸路隔轨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地方 海珠区电带 我以前好像也有一个同学在这里 在这里读过书 他也是广州市海珠区工艺美术职业学校 现在因为放假期间 在搞基建 在搞装修 在这边 来到最繁忙的路口 正前方继续走 当然是回到海珠区 我们在这里往左转的 南田路 之前和大家说过 在广州很多电车总站 在哪里有的呢 南田路也有一个 因为电车不和其他巴士 有一个地方便可以 电车还要烂电线 海珠区来说 南田路是一个大的电车站 现在也是这样的 所以在南田路上 会看到还有这种 电线 即是电车上架空的电线 不过可惜暂时未见到有电车经过 可能还未开车 因为这个中处都是很多写字楼 收工的时候 差不多到6点 路面越来越繁忙 而且今天下午下了几场大雨 大雨到我和老婆打算 都不知道能否捉到泥 挺好处 4点半便停雨了 当然快要出来 找好食物 廢话少哥 我们就到了 我原先都想继续走 刚才看到这部电车 它没有边的 它应该是脱了一条边 刚才我看到它停了很久 我还以为司机哥哥 在现场绑边 原来不是 是掉头 没错 没错 就是这里 还有冬瓜中 不吃冬瓜中 不算到广东 搞得很想吃冬瓜中 还要说这里 全场点心五折 要下午2点到9点 很吸引 有没有位置 上去再说 终于进了茶楼 看上去就应该有位置 我已经派了老婆进去 牙位 有这个好处 我们喝茶 除了便宜之外 还有这一点很重要 严比吃烟 好 终于找到位置 坐下了 但话说是这样 刚刚跟大家说过 这里是一个茶楼 不过我们看到旁边 我说吃冬瓜中 这么美 突然间 又改变决定 我们吃冬瓜中 轻轻说一下 这里的茶吃 首先 小点7元 超点23元 这个时段 是五折的 换言之 小点3.5文字 超点23元 但是 考虑到 我们经常出去吃点3元 未必会点 我们等会看 吃完冬瓜中 不要再决定 因为你随时可以点 看看冬瓜中 是怎样玩法 首先 是这样的 特色冬瓜中 特价28元 类似什么 就等于火锅汤底 火锅汤底 它是整个冬瓜上 搬 切开里面 你可以吃到冬瓜肉 你又不喜欢吃冬瓜中 我不喜欢吃冬瓜中 你可以 足底火锅汤底 五指无头汤底 都有的 选择完汤底 怎么办 选择半只鸡 29元 半只鸡 刚才见到 那叔叔 他说一坐下 其他不碰 只要碰冬瓜中 加一只鸡 那就一餐了 如果两个人来 计算成茶位 就30元出头 再来 清远靓鸡 当然贵点 138元 是一只 甚至乎乳甲 都可以打煲 水乳 青头鸭 都是有的 再来 吃火锅 又怎能够 没有其他海鲜类 折后价 15元 6毫三 有些什么 原背 月背 白背 原先想过要白背 后来想想 试试麻虾 都不错 刚刚到那里 看到近桌的虾 好像白背 更漂亮 因为白背 配冬瓜 更鲜 我们是临时变瓜 改成白背 原先我们是点麻虾 现在改了白背 白背更鲜 都是15元 一份 再来 还有其他 普通的肉类 肉片 竹腸 都是一样 15元 63元 咸烧骨 牛柏叶 全部都有 再来 菇类 都有 10元 2毫 瘦珍菇 秋葵 冬菇 白肉菇 金针菇 全部都有 至于菇 又不怎样 既然有冬瓜 当然是让它更鲜 我们点了一份 5元 4毫3的芫荽 还有豆腐 各一份 加一份 加一份虾饺 还是煮食 不如 11个多 试试它的虾饺 刚才看到旁边的阿姨 还未变怪 要吃冬瓜 之前 我已经决定 要哪份虾饺 是的 我们都不管多少钱 最贵的虾饺 避风和虾饺王 它是炸的 顶点虾饺王 里面很大粒 我们就虾饺 试试避风糖 试试避风糖 避风糖 好 决定了避风糖 下单 我们跟阿叔一起上升 他很聪明 他教我们吃 一个冬瓜中 一个鸡 刚好 又经济实惠 可惜我们为荣量有限 来到这个时段 差不多六点半 即是晚饭时间 大家觉得有多少承受率 我们只能找到一张桌子 即是很难拿位 例如说 面前这几位 刚刚准备尼座的单 位置很快便会被人拿 原来 怪不得这么多人 除了冬瓜中 点心 还有小炒 大家看看价钱 薄粉紫菜浸 5多摇花18元 功夫生鱼片25元 沙姜烤鸡38元 最贵的红松头猪肚炆鸡 58元 怪不得这么多人 新鲜滚热 送上来的就是炸虾饺 老婆刚刚试过 她说很脆 看看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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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避风糖碎少些 上次吃了避风糖碎多些 但是她的皮很薄 虽然刚才我咬很多 咬不得了 她就未至于脆到口 吃炸蛋散那种 一口就散开口 散开那种 未至于未至于 因为如果太薄 很容易散 你一炸完 那些虾就全部散开桌面 我们经常吃 蒸那些虾饺 价钱一样 不就试试炸的 对吧 炸的就功夫多些 但是呢 一样保持住 里面那些虾 是很鲜 很鲜 很鲜 十一个半 四粒虾饺 它还有一些 辣椒在这里 浅色一下 哎呀 抵食抵食 如果呢 它再咸少少 我觉得更好 嗯 十一个半 零 四粒 再夹少少碎碎 等下去 这样吃法 就是古灵精怪 其实它这些碎碎是行口的 加上去 更过瘾 等了一段时间 我们的配料就来了 三分 首先呢 芫荽五蚊鸡 这个是肉滑 猪肉滑 十五元 这个呢 八倍也是十五元的 主角来 就是这个冬瓜棕 它是将半只冬瓜 放开它 然后下面呢 是一些滚水来的 再下面呢 就是电磁炉 隔水 都不叫蒸 炖 这个冬瓜 令它受热 受热了 可以将配料放到中间 一路滚住一路吃 是不是很过瘾呢 看上去是非常有瘾 但是呢 吃这个冬瓜棕 一定要有耐性 要等它慢慢滚 慢慢滚 滚了才再加料下去 我们就等它滚了 哇 这么快呢 这个冬瓜棕已经滚了 滚了呢 第一时间 我们就等下一些肉滑 其实应该有一个匙羹会好一点 我懒惰 用一个穴壳 逐一点 这样做下去 哦 这些肉质 还没全部放进去 大家看看 肉质很漂亮 对吧 这些肉滑 我们就放一些背 就这样 逐一只钉 因为呢 这里是有些水 整个东西倒进去 水始终都没有那么细腻 我们就加少量的这个豆腐 一粒 之前平均嘉弹 我们就是加少量的芫笔 我们那面就吃下去 因为差不多可以够了 所以我们就加番茭 哇 那顿汤 让它挺棒的 但冬瓜呢 这个状态还没能吃到 到最后我们再感热一下冬瓜 肉学泡 可以拌哦 像我们不容易 好像不容易 rit贴来 滚到捨了 我们来吃些肉滑 跟老婆吃火鍋有这个好处 喜欢哪一块夹哪一块 不用就着就着 再用芫荽一勺就行了 先试一下熟味 原来还有一些杞子 先试一下熟味 因为是自己人吃的 没什么所谓 再订回来也可以 我感觉如果可以 都是纷纷熟的那种 看过 应该可以 就是这个状态 烟霧尼曼 不是人在吃烟仔 是这个煲滚的时候 试试肉丸 应该就是牛肉球里面的肉丸 那种味道一模一样 它是经过调味的 我的筷子刚刚才不觉着 点了些辣 部长姐姐跟我们说 原来豆腐太受欢迎了 我们换了腐竹 等等吃腐竹 我们继续吃牛肉球 点了些辣的 这个锅还在滚 芫荽是刚刚下的 这个费 应该的汗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就要慢慢减 好玩不然 食物的味道又不会太差 好像这种牛肉球 亦是而是 等芫荽 我很想吃芫荽 等一等 芫荽就可以吃了 但是芫荽的用处 吃就固然是可以 但其实我们想要的味道 芫荽牛肉球 就最夹了 最好的就是这个状态 刚刚煮起了 有些肉味 但煮得久 又会有飘零的 接着做个汤 通常火锅里面的汤 都是不好喝的 但是如果你的汤底是很漂亮的 你真的要喝 最好的办法就是 刚刚煮了一次的肉 它飘零味出来的时候 就不起身 就要美味 这道汤就很漂亮 又有背 又有肉 又有芫荽 只可惜就是没有豆腐 先吃到口 就是芫荽的香味 有点生菜 但生菜的味道我真的吃不到 再来 当然是冬瓜粥 那种甜味 我们隔了小火 里面的料理 大部分已经被我们夹出来 还有点背 等一等 就会下腐竹 原来还可以这样 冬瓜是这样铲出来 因为你不铲 其实也不知道要煮多久 那这些汤就更甜 因为我们这些味道 不用铲这么深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下腐竹 腐竹应该全部放进去 通常下腐竹 腐竹已经慢慢浸浸了 但冬瓜 因为我们只要煮过菜 你都知道 是很耐忍的 它还要慢火慢慢 慢慢等 它变透明 如果不透明 这个状态 其实就不好吃 我们只能慢慢等 所以影片开始的时候 我说这道菜 很有耐性 就是这样 我想这道菜 如果到冬天 做个鸡煲 做个冬瓜粥 咦 多人 到冬天我们再来 我们就怕吃太多 怕吃太多 你只吃鸡 其他也不用点 我们打算试多几味 所以就没有点29元的半只鸡 到冬天 冬天应该会更过瘾 我们就慢慢等这个汤 刚才我已经喝完那碗 哇 鲜到 鲜到不得之了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将所有的配料 全部等下去 因为这些 一等下去 其实很快就会熟 等到那些鲜味出来 是吧 最后 就当然还有芫荽 哇 满到蛇 满到蛇 满到这样 真的不用叫面 当然不用叫面 你吃完冬瓜 你都够了 哇 你一杯多快开 现在吃的这杯 一开就立刻夹 不过我们是吃味道的 吃味道就不用夹 是 不用这么快夹 但是如果我们想吃杯 这一杯要这么大 其实煮久了 它是没有那么好吃的 不过我们点它 都是为了鲜味 而不是吃里面的肉 在市场买 也有很多 但是呢 有这样的状态 这个冬瓜中 你自己家里煮 煮到你人都瘋了 是吧 等下吧 没可能 没可能 煮不到 煮到你人都瘋了 煮到你人都瘋了 没错 就是煮到冬瓜汤 放了一些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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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呢 就没吃得了 趁着那么新鲜 又试试背 你看 刚刚煮熟 嗯 果然很鲜 就算这么重的甜味料 也盖不上它那股鲜味 看来要吃多一只 吃完背鲜 嗯 刚刚才吃了几粒白贝 那现在呢 又到腐竹便吃得了 我和老婆当然是直接在上面夹的 然后 火呢 就关到 尾尔那档 慢慢慢慢 来浸熟冬瓜 最后就喝了 收尾冬瓜汤 那就很棒 其实呢 芫荽都可以吃得了 我们吃了一辆腐竹 白贝之后呢 那这些冬瓜 就开始 差不多 臨近 可以吃了 壮大了 大家看看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把汤拿出来 最后阶段 就终于摊凉了 那些汤底 那这些冬瓜 一放下去 那些汤底 就能吃得了 麦綠麦綠色呢 就是那些芫荽 那些 那些 放在汤里面 嗯 非常非常鲜 因为呢 是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就没有放任何的 盐 下去 吃得出呢 是有甜味的 因为冬瓜 芫荽 白贝 全部都是 很鲜的东西 我们又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 100元有杂 好像单价贵一点 绝对不贵 你看整台东西 尤其是冬瓜 我最满意就是冬瓜 而且呢 我们这个配搭非常之好 贝就真的不是吃肉的 就是吃味道而已 芫荽 牛肉 肉 可能是换猪肉 也行的 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人多了 肯定是叫一鸡 蘸回一鸡 半边鸡 那口湯 更过瘾 只不过可惜 我们吃得了这么多 这么假的东西 它的点心也很特别 早茶特价 早上7点到9点 就是这样的 手打牛肉丸都有 我们刚才吃的 是的 很多人吃 刚才的虾饱 我们为什么会点 因为我看到隔离桌子 那些阿姨 每个都点两点之后 过来 十一个半银子一郎 最贵的那些人点心 是十一个半 那你就算两个人点五郎 都是50元出头 加上茶位 60元 松一点 那就可以了 一人30元 你还去什么快餐店 凤爪和牛丸最好吃 最多人点 哦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人点 除了冬瓜钟之外 我看到最多 是虾饱的 我看到最多 隔离桌子的阿姨 都是 牛肉丸都不少 牛肉丸 很大粒 很夸张 因为我们本来是来喝茶 是的 然后是来喝茶 谁不知 喝一喝一喝 就变成冬瓜钟 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坐地铁 凤凰新邨地铁站 哇 这里变得很黑 晚上这条路暗一点 上面这个就是内环路 在这条路 一路去铁铁 我真的会铁铁铁 走上边 过去人民路的方向 往北 往西 过去周头咀码头 回方邨 我开车都会经过 通常我会行上边 就少点行下边 蓝田路的大排档多 现在几点 8点钟 还差几分钟 8点 已经在开锅了 123大排档 差点不忘了跟大家说 去这餐厅的交通路线 很简单 凤凰新邨地铁站出来 往东走 10分钟 这样就到了 很方便 这个位置就是上内环路叫 B 线 回家如果有驾车 我们就会在这个口上去 因为去到火车站 通常走内环路 我们看到 B 线写着火车站 那就对了 一定对的 因为火车站一路过 就会回到环市路 天黑可能看不清楚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非常多食物 在这个小食店 接着这个是酒店 这个位置也是一间菜馆 然后将镜头转过对面马路 对面马路这个位置 青汤羊 很多食物 南田路 这里还有一个甲王世家 里面人声鼎吠 这些餐厅多有趣 真的走两步都没有 整条街都是吃东西的 因为又一笼 这个叫做粤菜小炒 你看宿舍多高兴 就知道里面都是那些街坊食堂 流勢 对 这种温暴 这个温暴 这个温暴 但是 周边 有些温暴 的温暴 所以 温暴 现在我们就要温暴 我们就是在座山里 所以我们本来 我们就是在座山里 的温暴 在座山里 我们现在还要 是在座山里 画手段 那就是 是的 嗯 举星 跟大家说说我们返轨的路线 我们现在是鳳凰新村 其实有两个方法返轨 首先经8号市一路坐到昌江 昌江沿之后一路往北 去到火车站 火车站再回到5号线 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这样 凤凰新村一路坐到文化公园 再转到6号线 一路到6号线去勾庄 再回到5号市 暂时看来应该是第一个方案比较好的 又或者你从这里坐到1号线 这个办法也挺好的 不然你直接从这里走到这里走到这里走到 还有一个办法 如果这个开通了 我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只可惜 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未开通 对啊 就是西村和彩虹桥 各位观众 我们约定你下集见 我要上地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